我們不要回家太早了 好 好 好 請進一次我們的 親密回家一定要做標籤 突然之間你隨時要過 隨時要過 隨時要做標籤 讓我們在學上七個體育上認識 有時間 會掉 後幾三種人就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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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的呢 地球是誰的 大家是每一個人的對不對 全世界七十億人口的 只有七十億人口的嗎 不是對不對 應該是這個地道上所有生物共有的 對 那它取之不盡用之不解嗎 不會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已經 我們小時候是這樣想的對不對 大地的寶藏是取之不盡用之不解 可是到了我們現在五四十歲 六十歲會發現它不是 地球開始看力了 我們有一些狀況 用得太過活力 對不對 你並沒有非常非常的愛過這個地球 所以今天談一些話題 我們如果更愛過我們的地球 那我覺得 尤其我們馬祖的 永保安堪 永保美麗這樣子 如果清潔是天然的是OK 或是不是天然的呢 好 下一番 水 怎麼會把我們的東西洗乾淨 是因為我們的清潔劑裡面 有一個一種東西叫做 界面活性劑這樣子 那界面活性劑呢 它會把我們衣服上 或者我們要洗的東西上的 污垢拿掉這樣 那界面活性劑分為天然與實化 這樣比較嚴重就是實化 就是非常有一個選 實化的 這不是天然的 它有一個叫做人機靈魂 人機靈魂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環境荷爾蒙 它會造成我們人類 極大的影響 那你會說洗得完了 排出去了啊 怎麼會回到我身上的 各位我們排出去 像我小時候都是丟到 什麼海裡 河裡對不對 然後出去之後呢 再回來 你們吃到魚啊 你們吃到蝦啊 都會吃到回來 又回到我們人類的身體 然後呢造成呢 金子素過少 早產 不命等等 這些現況 就是環境荷爾蒙 可能造成的影響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 不要選實化的 我們選天然的 界面活性劑可以 就會被污染 對不對 那就可以造成這個現象 不會造成的影響 那海水啊 或河水就不會被污染 就會那麼多的生物 會死亡 就不會污染這樣 下一番 那天然的 見面活性劑呢 最常見的普茶粉 跟無患這些的 茶品裡面 這樣 好 下一番 所以呢 希望大家今天聽完這個 這個演講之後呢 我們主要申請到 一個是施老師 他幫我們教我們 一種叫環保酵素這種東西 剛剛對於水的這個功能 只是環保酵素的其中一個功能 他的功能呢 還有包含土壤的改良 改來上 還有呢 空氣污染 水源清澈等等 大概有七八十種功能吧 你在外面賣的酵素呢 都非常貴 可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 我們會輸給他 等一下我們可以自己來練治 好 下一張 這是我去學環保酵素的管理 叫做愛酵母帝 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種功能 我們會請你加LINE 我們會把檔案 告訴你怎麼用 怎麼製造 還有我的PPT 全部都會給你 將你加入LINE 好不好 下一張 好 這是麒麟壇 在前年的5月20號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麼大的旅園 一隻一隻肉食在這個壺店 然後這個人 其實談的整個水是臭的 而且是黃克色的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他經過兩個月以後 他看到的景象就是什麼樣子 就是政府花了三四千萬 還是這個樣子的情況之下 被酵素整治出來 就是拯救出來 好 我們下一張 這個環保環體人 他先到了一個小 局部的橋下面 到酵素看看 他會變得怎麼樣 這是第一天的情況 下一張 第二天的情況 他的水變成這樣 然後我們再下一張 好 剛才第四天的情況 就整個成型了 這是兩個月以後 然後他 湯的湖面 是長的這樣子 沒有餓醋 沒有餓醋 我曾經在講課的時候 有一位農夫人 跟我要了一些酵素 他帶人家 他把一瓶兩根多的酵素 倒到他的小小的 食堂裡面 然後倒進去以後 一個禮拜以後 他來找我 他很高興的來找我 他說 老師 倒下去一個禮拜以後 我的水不臭了 而且我的水變成型了 太奇妙了 然後呢 這些在環保消除 除臭 而且把這些污染物消除掉 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例子